今天的题目是发呆 人其实都离不开发呆这件事 白天的发呆也叫做白日梦 其实它真的就是白天的梦 晚上的发呆它就是睡觉 睡觉的时候我们会做梦 它就是一种发呆 我们小时候家里人会说 少看点电视 为什么要少看电视呢 电子产品它都是有辐射的 我们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被电子产品束缚的时间 越来越多 它们的辐射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抽烟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抽烟的时候 有时候你什么都不想 反而你觉得抽完烟之后 你整个人都清楚了 清晰了 其实这个跟发呆是一样的 你可以试一试 你不要抽烟 只是站在那儿 对着树 对着草 是一样的 只是抽烟和像包括念经 它都是一种 让我们聚精会神 可以产生这种发呆效应的 一种方式而已 包括我们去山里头冥想 禅修 包括基督徒的所谓的 和与神沟通这件事 就是当你发呆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内心里的那个声音 会告诉你一些指引 给你一些方向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潜意识 是有关系的 我们潜意识有一些什么问题 有一些什么需求 其实都是在发呆的时候 会反映出来的 就是有没有发现 像牛顿啊 伽利略啊 这些大的这些 思想家也好 还是科学家也好 还是物理学家也好 其实他们都是在那个年代 容易发呆的 牛顿就是躺在树底下发呆 看见了苹果落下来 发现了万有引力 所有的这些大科学家 他们都是在发呆的过程中 使人类一步一步往前迈进的 我们说的佛祖释迦摩尼 他也是在菩提树下 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然后悟道成佛的 发呆挺好的 有时候就是让自己的脑子 不转 稍微空白一下 然后 这跟意识有关吗 其实就是 你的 让你的亲意识扶上来 然后你的意识 在亲意识扶上来的时候 那一层其实就在做 沟通交流的这个活动 就是一直被动的在接受讯息 而不是主动的在思考 发呆它其实就是一种主动的思考 你潜意识里的思考 这个是最神奇 最有效 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思考 远离电子产品是发呆的第一步 发呆真的就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催化剂 当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以后 人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 慢慢在走下坡路了 就是你发现大思想家也好 大科学家也好 都变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发呆了 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都变 变得去帮助别人生产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真正留给自己 留给一个更好的社会 去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们有真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去思考 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我觉得思考的前提就是不要伤天 不要害命 因为天就是世界的万物 就是自然界的万物 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们 不要去破坏他们 然后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一定要珍惜生命 珍惜别人的生命 珍惜自己的生命 这是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去做的所有的发呆 所有的思考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感谢您的声明